这个王毅川呢一直拿这个红背心来做文章啊 就卢秀燕他们团队红背心做文章 也不能够转移 呃陈其迈在高雄这个治水不利的这样的事实 他讲说到到了台中市政府呢 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团队呢 还带这个红背心啊 所以说呢 呃你如果说你如果说早知道就会有这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你就不要出国就好了嘛 但是呢这个卢秀燕不是讲的也是很清楚吗 因为他们在出发前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有就知道有这个风灾的就知道有台风要来 那可能会有风灾 那所以按照规定他们把这个背心在身上 这有什么不对呢 而且你讲这个红背心 到底他那个重点在哪里呢 你能够因为讲这个东西而去伤到这个卢秀燕吗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更何况在高雄遭遇到这么大的这个风灾 然后这个整个市呢都泡在这个水里的时候呢 呃卢秀燕呢还给这个陈其迈送暖 在这种情之下你不是显得这个王毅川 他的那个攻击呢完全就是处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 我不知道民进党的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王毅川 他这个策略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啊 除了就显示你们这个小鼻子小眼睛 然后歇斯底里之外 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老沈坐过这个位置 你说什么 你做过政策会执行长嘛 对 政策会执行长不管是哪一个党 一向都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党的 没有像他只是被位的这个部分区排在后面的 竟然有做政策会的执行长 很奇怪 很奇怪 刘理事 没有啦 我觉得刚刚看到说这个补助每个人两万 我其实就想到当初高雄瓦斯气爆以后 也是就是直接撒钱啊 可是我觉得老百姓 其实不是要拿你那个钱 我要的是不要淹水嘛 你国家花了一两千亿 要去治水到底在治什么 你不要治水失败以后就拿钱来撒 然后好像这样去塞大家的嘴巴 我觉得不是老百姓要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讲清楚 说明白到底治了什么 治水 治了什么项目 哪一些厂商做了什么 这些厂商做的这个治水的工程 到底有没有发挥工程 一向一向讲清楚 不能把老百姓的钱拿来这样乱花钱 尤其如果都集中在少数特定厂商的话 到底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没有土力 这才是真正要查的事情 我跟你讲 因为台湾一年都有几次水灾 火灾不算 然后又火灾一下子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好表演的 那水灾因为拖好几天 所以历年历次的经验 已经演绎成一套非常精致的 这个防災制造 治灾表演学 所以第一人要在 水灾的时候你人不能跑 第二要摆着一个架式 制服要穿得漂亮 要讲到小面要摆着 第三现场一定要去 但是你确实话穿什么鞋子 裤管要不要卷起来 可不可以穿西装 去到地上整身都要摆下去 还是要撩下去 还是这样逛逛看 还是坐船车里面 第四点灾情过后发钱 发钱五公分多少 十公分多少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低收入户 一样的五十公分 要多给一点 低收入户五十公分的 受灾的程度 比其他人少 因为五十公分的受难是什么 是水跟土进来以后 要清干净 低收入户的家里 可要清干净的东西 其实比较少 aw 没有 好